行政会议成员林郑才说 疫情可能在两至三个星期后放缓 他认为防疫措施可以再收紧 以加快颜指疫情 他又说经过今波疫情 将来也不能放宽措施 去到之前五六月的程度 本港近期新冠肺炎确诊者 持续每日过百众 新兼安劳事务委员会主席的 行会成员林郑才在本台节目 讲清讲错话 未来一个礼拜 可以收紧目前的防疫措施 选项是包括全面禁止藏石 以压止疫情 如果我们没有一些 所谓超级的传播者的话 就算我们以现在的措施 我们等两三个礼拜 他都有机会是会慢慢回落 不过如果市民好政府好想 是快点能够压低这个数字的话 我们再会加一些措施 我觉得这个也是合理的 既然我们是做一个比较精准的抗疫方法 我们不想封城 我们不想感触令的话 其实我们就不断要微调 这波疫情接连有多家安劳院舍有确诊者 林郑才认为当局可以特事特办 短期之内不强求院舍要符合人手标准 以免院舍之间共用职员 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 而经过这波疫情 院舍要大幅收紧探访的措施 例如限制人数和时间等等 我也有信心他们会听话的 只要我们在规管的过程里面 我们给他们一些空间 以致他们就不需要为了要数救人头 而逼着有些员工要跨院舍工作 其中一个教训我们学到的 就是我们迟的时候 就是我们放松的时候 我们就不可以真的放得太松 如果不是的话 它一反弹的时候 那个力度就会很大 经过这次之后 我相信就算我们搞定了这个第三波 我们都不可以回到五、六月的时候 那么松懈的形式 队友意见要求引入内地协助 包括例检测甚至是医护人手 林郑才认为 本港的医护人手未算不足 有信心政府能够处理好这次的疫情 武昕电视记者陈嘉欣报道